英超联赛五轮战霸,切尔西与利物浦五轮全胜领跑积分榜,曼城四胜一平排名第三,排名第四的球队既不是曼联,也不是阿森纳或者热刺,而是英超大黄蜂沃特福德, 谁也不会想到上赛季排名联赛第十四位的沃特福德会一军突起,这支球队有什么魔力,能保持如此出色的状态,主教练格拉西亚大胆革新,采用4222阵型,奉行全攻全守的战术,在当金足坛早已抛弃442的时候,作为其变种4222阵型,最重要的特点是双前锋,并切不上边锋而改前位, 在进攻中要求两名边后卫前插,形成244,扩大进攻空间,甚至在对面禁区里,会有5名本方球员,格拉西亚对球队的改造首先,还是从防守做起,将杜库雷和卡普埃从中前卫改造位后腰, 两名前腰则是威尔修斯和罗伯特佩雷拉,沃特普德经过一下天的演练,在没有大排明星的情况下,每个人都发挥其能力到最大化,完美贯彻了格拉西亚的战术意图, 沃特普德这套阵型的重点,就在于前场雷抢,格雷与迪尼组成的双前锋进行骚扰, 6个人组成的中场拦截线进行高强度逼抢,一旦断球成功,立即反击,同时一名中尉提前预防中场6人组拦截失败, 剩下一名中尉负责造越位,如果被对方反越位成功,则依靠边位追击和门将出击,在左板沃特福德与曼联的比赛中,虽然1比2不敌曼联,但这力进球也是,这种战术的体现结果,不能否认的是4222也存在固有缺陷,边路球员数量配置不足, 在比赛中如果不能拉开宽度和深度,则很容易被对方边路突破冲垮,连赛已经进行了五轮,高光表现同时也意味着会被对手更多的研究,板凳深度不够也是制约沃特福德的问题,如同斗地主,开局旧亮牌的格雷西亚,将自己的战术完全暴露出来,任对手有4个二代亚王,只要手中排顺,先发制人,也可以打出春天, 期待沃特福德能够坚持住最近的栽程,让我们也拭目以待,检验这匹黑马的橙色,期待下一个蓝湖奇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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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